今天會做蒸生紙 首先將蒜頭拍攝 切碎 切成蒜蓉 加大約2茶匙豆豉 切碎 不用切得太碎 蒜蓉和豆豉都準備好了 這裏有一個蒜子 一般在街市人們都會幫我們把蒜子煮好 這次我自己來 這些蒜子是生的 所以切的時候會縮紋 切碎 把這些香腸清掉 刮走香腸之後 用水沖洗乾淨 我用一個比較小的小鍋 加少許油 大約一湯匙 然後在油味煮的時候 就把蒜蓉豆豉倒進去 為了增加這個菜的香味 我會加粒紫天椒 紫天椒不用切太碎 用剪刀剪兩三件 這樣就可以了 蒜蓉豆豉開始煮沸 炒一下 炒一下 這些香味就會走出來 把香味走出來 就加些醬油 醬油大約加一湯匙半 或者兩湯匙都可以 另外再加一茶匙的味醂 炒一下 炒一下 煮得差不多 就關火 然後呢 我就會加 兩茶匙的 你敢記的蒜蓉豆豉醬 下去 趁鍋更熱 就攪拌均勻 好 這個鍋煮一鍋水 然後呢 就放些聖紙 進去 聖紙放了之後 就將些蒜蓉豆豉醬 放在聖紙上面 然後蓋上蓋子 然後蓋上蓋子 蒸5-6分鐘 這裡呢 是蒸了5分半鐘的聖紙 這樣呢 在上面 加些芫荽和蔥 再把蓋子蓋上 大約15秒 這個士椒蒸蒸紙就完成了 這個士椒蒸蒸紙就完成了